让观众看到了他挑战不同电影风格和不同角色 一博这边 看到了一博挑战不同角色和不同影片的决心和努力 一博呢都是一届电影无名中的叶先生一角 在今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击奖最佳 今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击奖最佳南退决提名 我们也期待着一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这边这边 婆婆这边 你发现一博越来越成熟了而且全是个作品 有创意的 不忘出事的 好证给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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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演员 非常感谢爱情艺能够给我们 一个号追杀这样的荣誉 非常有信 爱情艺也有这个荣誉 然后作为演员都会说明秘 然后我很幸远给大家 来讲讲顺庭的故事 然后今天在这儿正面打个广告 很小的时候就是我的三部带过剧 对我们工作室的爱情艺人员 大家好 我是演员江西洋 非常感谢爱情艺能够给我们 零号追杀这样的维持 继续我们揭晓荣誉有请 获得2023年爱情艺尖叫之夜海外单元 亚太年度优秀演员的事 请看大屏幕 海外单元 亚太年度 目中无人也是在爱情艺尖叫之夜 拿到了年度网络电影 然后大家好 我是谢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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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恭喜王毅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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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估计一下 恭喜王毅柏 非常感谢爱奇艺 感谢电影 然后 然后很荣幸,我会再丽再丽,谢谢 谢谢,让我们再次恭喜咪咪,恭喜王一博 请二位先到美甲商座休息 来,感谢兰内荣誉进入员 好,那么接下来,有请谭兄为大家带来特别的表演 よね? 对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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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一种乐视剧就是小小龙 他们最棒的身材 是吗? 对吗?